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子排序的程度 可以分為有飛機結構 多晶系結構跟單晶系結構 他們的差別就在於說原子的排序的規律 他們的順序 如果今天你的這個晶體 像說我們這個固體 本身裡面的原子排序 雜亡以上的話 稱之為飛晶結構 那如果原子排序的非常好的話 排個非常整齊的 我們稱之為單晶結構 那介於單晶跟飛晶之間的 就是附近或是多晶系結構 是什麼呢 是局部排列的號 局部排列的號 局部排列的號 那個局部跟局部的經歷之間 每一個局部的單晶 就稱之為一個經歷 每一個局部的單晶 稱之為一個經歷 經歷跟經歷之間 會有所謂的經歷邊界產生 而經歷邊界本身都是缺陷 就代表他中間都沒有排得很好 那這種就稱之為多晶結構 多晶結構 會有不同的經歷 然後經歷跟經歷也有經歷邊界 而原子排序的越亂 那個電特性就越不好 所以電特性要 基本上就要排得很整齊 排得越亂的 電特性就越差 宅子在不同的晶態裡面 移動就越不好 所以非晶系結構 宅子的遷移率 或是宅子的移動能力 就越差 單晶系 電子在裡面傳輸的特性 就會比較 所以我們希望 固態電源建設 製作在單晶系上面 這樣的話 他的宅子遷移率 或者製作單子的電流 才會比較多 那為什麼使用矽呢 首先矽的產量很豐富 而在半導體製作上中 使用矽有一個絕大的好處 就是什麼呢 元素多自帶有它的便宜 但是它最大的優點是 它可以使用熱氧化的過程 成長出一層絕緣特性 非常好的絕緣材料 二氧化系 隔天吐厚 海量又多又零 而且又可以生成 非常好的絕緣木木 二氧化系 這是它一個很大的優點 很多其他導遊 它氧化出來的氧化物 資本上絕緣特性不太好 比如說 同樣是四族元素的Germanian 者 者的氧化物 氧化者 第一個 表現的特性很差 被電的很像 第二個 很不穩定 會溶解在水裡面 氧化者甚至會溶解在水裡面 而二氧化系 氧化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材料 熱氧引起的非常好 所以 四族元素 會用來製造成半浪米材料 而我們上次剛才介紹過 最早的突開電源鍵 開始用半浪米做出來的 Germanian的BJP元件 但是相較於褶呢 褫比它更好 首先 褶的含量比褫來的少 所以褶比較貴 再來 斯里肯的Bandgame的分系 比Germanian大 Bandgame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承受比較高的 操作溫度跟 採渣範圍 這跟材料特性有關 要採渣斯里肯 跟採渣Germanian 比較起來的話 斯里肯比較有利採渣 而且它的固態的解度比較高 Germanian的採渣比較困難 這也是現代 如果是Germanian製造 純者的電源鍵 然後注意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它很容易製造出 N-Mostate 它比較容易製造出P-Mostate 因為採渣 它N型採渣比較不好採渣 然後用Bandgame的斯里肯 斯里肯是 斯里肯的Bandgame 斯里肯的1.2電子伏特 9.0年代 大概只有它的一半 0.66左右 0.66電子伏特 斯里肯的崩潰電廠比較高 然後在深層的氧化 可能二氧化系 又可以採渣比較厚 而且又可以當作 採渣的阻擋層 後續我會再介紹到 採渣度在German層裡面 比較不好擴散 在半氧裡面比較容易擴散 所以通常會使用 絕緣層二氧化系 來當作 我在做選擇性參雜的時候 不想給參雜的地方 就希望上面有二氧化系 來阻止 參雜我們進去 所以 其實大部分參雜物 在二氧化系的負担度度很慢 所以都會使用二氧化系 來當作隔絕層 你想要做很多製程 差異化的時候 都使用二氧化系 來當作 差異化的選擇的 那一層東西 所以這裏就列出了一個 Stick這個材料的特性表 性原子序是14 原子量28 然後你會看到 單晶性的簡潔長度是2.3N 這是單晶性的簡潔長度 但是呢 呃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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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的Stick 可以看到電阻率 非常的 這裏是 這裏是 10 6 4 9 0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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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半導體 重點就是溶點 Slican溶點1414度1414 也就是代表說Slican這個塊彩 你要把它溶解重溫塑到 要1400度以上的高溫 那同時要注意到現在溶點1400度 你未來我們下兩段講 降溫時程的時候 我們要使用它生成氧化霧的時候 就要注意到 溫度不要升高接近1400度 因為你的矽晶圓會融化 會融化 所以大部分的製程溫度 大部分的製程溫度 大約都會壓在1100度星以下 矽晶圓本身 矽這個材料本身1400度 1400度就會溶解 所以在半導體製程中的最高溫 大約都會壓在1100度星以下 很少的超過1100度星來 所以矽晶圓本身 不會被融掉 那矽晶圓本身呢 它的 溶解 有時候它會被 一些酸件10顆 比如說 硝酸本身會氧化 10顆 但是如果是硝酸跟HF 兩個配起來 混合溶力 就會10顆C 它就會先藉由硝酸 氧化這一根 然後再藉由氫弗酸 10顆就氧化下 所以它是氧化在10顆 來10顆掉 但是KOH 氫氧化 它本身就會10顆C 它本身就會10顆C 那接著其他東西 後面我們製程會介紹到 先了解 C的材料 這是細晶體當中最小的基本單元 叫做精包 Priorative Unicell 這是整個細晶體切到最小 不能夠再寫的 也就是在這麼小的小精包 重複性的周期性排列 就會成為我們的細晶體 所以一個細晶體切到最小 不能夠再重複切的 最小單元 就叫做 細晶包 這個樣子 他這個樣子 細晶包的最小結構 再來 一個細的精靈 最要切成精緣的時候 會切成片狀 但是一個細的精靈 在切成片狀的時候 你不同的角度去切它 切出外面 它的變格性能不一樣 為什麼呢 如果今天 心底底是一个这样的大环卦 就像一条成骨丝 你可以 横着这样子切 也可以斜着这样子切 也可以反向这样子 很像切上去 一个精灵 你可以有很多角度去切成片状 看你要怎么切 但是不同的方向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呢 我这样子切 你会看到说 这一个平面 原金格跟金格之间的距离 金格之间的距离 假设这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这样子斜切上去 你会看到 一点跟点之间 原子跟原子 金格跟金格点之间的距离 跟这样的距离不一样 这样子切下去 比如这个 这是长框刀 假设长框刀都是一个单位 长框刀都是你的单位 所以这样切出来 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 都是 都是 可是如果我切出来的面 是这样斜切上去的面 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 就变成根号二 就变成根号二的单位 就比较 圆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 会变得比较远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当然 这样子切出来的 这个面的原子弥弩 跟这样子切出来的 原子弥弩不一样 那通常这个面的地理呢 通常是指 你这一刀切下去之后 这一刀在三个FYT的截距导处 三个轴 你这一刀切下去 你这一刀在三个轴距的截距导处 导处 比如说我这样子一切 切到S轴的位置 像是A 可是这个面跟Y轴跟Z轴平行 平行就在表较的交接 也在不限运的地方 平行就是不限运的交接 所以它的导数就变成A分之一零零 那通完会去最小整数倍 所以通分之后就变成E零零 所以这个面积叫做E零零的面积 那如果是这一个面呢 这样子切上去 它在SY和Z都是切在AAA的位置 那它这个面积的面积就是A分之一 A分之一 A分之一 最小整数倍全部通分后就变成EE的面积 这就变成一个EE的面 这就变成一个EE的面 所以不同的圆界面 不同的圆界面 圆子之间的间距是不一样的 圆子之间的间距是不同的 而不同的界面的圆子间距不同 所以在上面的圆子密度也会不同 也会不同 那E零零跟E零零的差别是什么呢 E零零的圆子密度比较低 跟E零零零的圆子密度比较高 这圆子密度呢 你不能单开刚刚这一个 刚刚这一个呢 是每一个角落都是金额点 可是你必须要在金额点放上它 放上它的单位金包 必须要把这个金包 必须要把这个金包 每一个点要把这一刻 这一组放进去 放进去后再切 你就会发现到圆子密度很不一样 看一下这里 这里没有秀 这就是一个基本单元 把刚刚的金额点再把金包放进去之后 这是一个一小块的细金额 这一小块的细金额 这一小块的细金额 你就会看到切一银零的面 切一银零的面 这个面能看到有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五颗 可是如果你是斜切一银零的面 哇 一银零面就会有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一银零的面 还会有五颗 然后里面还会有六颗 不一样 它比较复杂 它的密集结构 不容易想象 各位有同问话 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固态物品的书 或者是自己去文具行 买那个 拿个牙签 跟那个 保利龙球 自己搓一搓 根据这样形状搓一搓 然后再去看它的结构面 那因为我们这张课 不是固态物品的课 所以这地方只要讲结论 要从各个结合 是什么呢 大家就知道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一个完美的细晶蜜 你切不同的面 每个面的特性会不一样 因为不同的面 原子密度不同 然后原子的间距也不同 而在半导体世界 在我们细晶圆的世界里面 最常看到的面有三种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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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大概可以同这三种 100 的面 110 的面 跟111 的面 而 在 机体变度是制造技术当中 主要都是使用 100的面 它的原子密度是最小的 原子密度最高的是111的面 111的面是密度最高的 密度最高的 而原子密度越高 原子密度越高 它们的原間距也比较近 然后它的间距也比较强 所以通常比较耐压 所以通常会使用高功率操作 所以音细通常会拿在这地方来做高功率 如果不是为了高功率使用 不是为了耐压的话 通常会使用100 为什么呢 因为 未来我们之后会讲 我们要制作Morstay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 热氧化 在细的表面呢 氧化出一层 二氧化系多多 可是在氧化的过程中 要知道 二氧化细的原子间距比较大 细跟细之间的间距比较小 那换言之 二氧化细跟细 中间呢 这个界面处 就会存在许多 断件 因为 原子的间距比较不立配 原子之间的间距比较不立配 叫做 Let it miss match 二氧化系的原子间距比较大 但是细 纯细的原子间距比较小 所以当出现两个材料 的界面处 一直界面的地方 不同材料中间的界面 就是一直界面 所以一直界面的地方 就会产生很多的缺陷 就是没有办法来玩清楚完美间距比较大 所以 比原子力度越大 缺陷就越多 那 就会福利于我们之后做 MOSFET的电革性 所以一般而言 制作MOSFET都选用的是100的面 而不会选用11的面 因为11的面 原子力度高 氧化后 如果这件事是制作MOSFET 在制作MOSFET氧化完之后 氧化路根 跟制定人的界面处的断件 会叫做 会叫做 再来讲说 刚刚讲过 半导体希望制作在单金的金笔上 也就是原子会周期性规律的排号 那只要你没有周期性 有规律的排号 我们就称之为缺陷 所以缺陷呢 最主要的缺陷 我们可以分为两种缺陷 最简单的缺陷就是什么呢 该有原子的地方 该有其原子出去的地方 但那个地方没有其原子 该出现会出现的 这个缺陷呢 称之为 VACANCE 空洞 VACANCE 空洞 而空洞也可以称之为 肖特机缺陷 但我们不用理名词 就知道 VACANCE就是一种缺陷 就是金笔内少的原子 该有位置的地方 该有其原子的地方 没有其原子 这就是一个缺陷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间隙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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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之为 英特斯英雄 间隙缺陷就是 呃 就是什么呢 原子跟原子之间 中间会有空隙 它是原子不该出现的位置 可是却出现了原子 这个就称之为 电隙缺陷 举例来说 这些原子 周期性排列的地方 这里应该有原子的 可是 你在知道这种 这里却出现了空洞 没有原子 这就是VACANCE 再来 原子跟原子之间 是有空隙的 是有间隙的 这个间隙 不应该有原子出现 但却出现了一个原子 那这个原子 就称之为 University Show 就变成间隙缺陷 间隙缺陷 所以 这种都称之为 点缺陷 单点的缺陷 所以单点缺陷 一种就是空洞 一种就是间隙缺陷 空洞指的是 该出现而不会出现 而间隙缺陷指的是 不开出现 但却有缺陷 而如果一个局部的地方 这两个同时出现 既有空洞 又出现间隙缺陷 就称之为 Franco Effect 周期性排列 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 这就是叫做间隙缺陷 这个原子 这个原子叫做间隙缺陷 而该出现却没出现的 就叫做空洞 或者消责性缺陷 然后呢 同时出现的空洞 就是该出现而没出现 不该出现却出现 就是制作为 Franco Effect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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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点缺陷 所以 大家知道点缺陷分两种 一种叫Vacons 另一个叫Special 也有你们两者同时出现 叫Franco Effect 再来 刚刚讲这些都是原子 原子子体本身 那如果今天呢 有一个不同于你快踩的 比如说细晶体 细晶体里面出现一个 非细的原子 出现这块踩以外的元素 这种称之为杂质 Impurity 它不属于你这个晶体本身 元素的材料 你就称之为Impurity 那这Impurity元素 进到了你这个晶体里面 它存在位置 也可能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在 晶体的位置上 取代了你原来的系统 这个呢 就称之为Substitional 替代缺陷 Impurity is Subtitional 它替代了你原本系的位置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我不占给晶体的位置 我随着一边 我占非晶体的位置进去 这就称之为 那个Interstition 只是它不是系的Interstition 它是Incurity Interstition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 缺陷 点缺陷 点缺陷 OIN低费 可以更为什么呢 可以更为Vacancy 跟Interst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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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如果是Impurity的话 Impurity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也可能是在 什么呢 可能是在你的 Substitional 它可能是取代了 取代了你原本的系统 或者就还是一样 它是间隙中 Incustitional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所以 杂质可能是间隙原子 也可能是极大位置 它可能是极大位置 这就是Substitional 它可能在间隙处 也叫做Interstitial 这些是缺陷介绍 然后呢 还有一种缺陷是什么呢 错牌 插牌 比如说 所以它应该完整的 排列在一起 就刚好在制造过程中 整个错牌有一个 整个错牌 这也是一种缺陷 代表什么呢 这里有一排全部空掉了 这里有一排全部空掉了 完美的经理 应该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金额点 它往四周看 环境要一模一样 才叫完美 就是从一个金额点 走到另一个金额点 它看四周 每个金额点 看四周的环境 都一模一样 才叫完美 所以像这里缺了 这里缺了 这里缺了 这两个直接插牌 或者是什么呢 直接有连续这么多颗 的细圆子 整个不见了 没有排好 就是有种多的点缺陷 累积在一起 就变成line effect poin effect 连在一起 就变成line effect 就变成一堆的vacancy 刚好这些vacancy 全部连在一起 拿掉了 中间就出现一坨 不完美的地方 就出现一堆 不完美的地方 甚至 你可以讲 该有的地方 没有 就叫vacancy 一堆的vacancy 形成了一条 线空缺 line effect 那这个原子跟这个原子之间 会不会见解在一起 还是有机会见解在一起 但是呢 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 跟下面完美的距离 不一样 这个也叫缺陷 就是 不是说一定断见才叫缺陷 我还是跟你有见解 但是我的见解的长度 跟完美的长度 是不一样的时候 这也可以是一种缺陷 这叫做strand effect strand effect strand effect 因为他有经过 挤压或大神 所以 原子跟原子之间 像这个也算是 d effect 像这个都是d effect 有没有 他虽然因为他有见解 但是这个见解的位置 跟见解的角度 长度 角度不同 长度不同 都算缺陷 说穿了 只要你长得不正 就叫y 不正就叫y 就叫缺陷 只有完美 才能称之为完美 只要不完美 都可以叫缺陷 哪怕少了 哪怕多了 哪怕歪了 哪怕近了 哪怕远了 都是缺陷 不完美就是缺陷 就这样 在我们半导力之城的世界里面 完美是很严格的 完美是很严格的 所以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完美 所以一个细晶圆是完美的 细晶圆绝对不完美 因为他表面 细圆子就断了 在最表面的地方 他就不要再周期去排列上去了 所以细晶圆表面就是最多不完美的地方 那细晶圆的内部不会完美呢 也不容易完美 因为细原子密度非常的大 细原子密度非常高 每单位一方公分有五乘以十的二十二次方的细原子 也就是说你要这么多细原子完全不走中 不歪掉很困难 那就取决于什么呢 晶圆制造的能力 晶圆制造的越强的厂商 他就有机会做出越完美的晶体 所以晶体本身就会影响到云间特性很多了 所以因为半导体原件是制作在晶圆表面 所以我们希望晶圆表面的缺陷或是差弹度要非常的低 两边缺陷要很低才行 一旦没有许多的Dangling bug 旋徒件 也就是没有间接的细原子 没有间接的细原子就是细的旋徒件 它就束缚扎折的原子 因为他就想去抓东西 他想去跟别人有垫子的地方间接嘛 因为他只有单一个垫子 我们去 系跟系之间呢 要成功加 是系原子跟系原子之间 各出一个垫子形成功加件 而今天如果有一个系原子 他没有形成功加件 他只有单垫 那他的活性就会比较强 他就很想要去扣张大师 很想要找别的原子来跟他形成 见解 所以他就去捕捉其他的垫子 跟他形成见解 就这样 所以 有的时候呢 晶圆 因为我们的拜祷的原子 通常是在做在晶圆的其中一个表面 但我都知道 一个晶圆片 有两面嘛 有上两面跟下两面 通常只会用在其中一个面 而另外一面呢 另外一面呢 在早期 现在没有这样做 在早期晶圆的背面 因为他不会制作原件 通常会故意制造一些缺陷 或是什么样子 要捕捉晶圆内部 如果有污染粒子的话 就利用这些缺陷 去把这些污染粒子抓过来 抓到清飞出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做 现在都是双面逃亡的晶圆 就是正面跟背面 都是很平滑的表面 那这个细的生产基础 开展白了 首先你要先得到重度 98到99的多金系材料 那多金系材料怎么来呢 通常就是找十一杂 因为细这个远处 在空气中很容易被氧化 所以通常找到一堆细材料 通常是已经被氧化过的材料 称之为石英砂 那石英砂没有关系 去加热放一些碳 这些碳呢 会把里面的氧反映掉 让留下纯度比较高的细 所有反氧的东西 就会去跟碳反映 变成了也精致的细 那接着就要去一步的纯化 怎么纯化呢 气氧最容易纯化 布里不容易纯化 就好像很多资源回送的东西 会要重新一件材料 最后都是最好是把它溶解 然后再沉吸一分出来 用化学的方式来纯化东西 是最后的办法 因为它的选择性最高 选择比最高 物理性的选择比最低的 因为物理性通常是看大小 看到化学作用的话 你通常很难分辨不同性质的元素 所以通常都会使用化学的纯化 所以呢 你还得到高纯度的锡 可是这个锡的纯度可能还不够高 要怎样打纯化呢 我加入氯化氫研酸 氯化氯跟锡在三百度星加入的时候 会让锡跟氯化氫变成三粒锡碗 这是气体 就是气体 跟氢气 所以就会得到三粒锡碗跟氢气 那它就变成氢化了 所以收集到的气体 要嘛就是三粒锡碗 要嘛氢气 剩下的就是不会跟氯化氫反应得渣渣 就不会被氢化了 那接着呢 我再把三粒锡碗拿出来 再升高到一千一百度星 应该是三百度星 三百度星体验出来的气体 将这个气体慢慢谈出来 再导入到更高的阶段 三粒锡碗在一千一百度星的时候呢 氢气跟氢气的楼 又重新怀源成氢化氢 然后这时候就会解析出互胎的氢出来 这时候就会出到那个非常高纯度的氢 这个纯度有多高 你会看到氢跟氢化氢产生三粒锡碗 SiH锡碗是三粒锡碗 三粒锡碗就叫TCS TCS呢 弄出来之后呢 再进入更高的温度的氢化 纯化出来的TCS呢 名度要什么高 几个九 九个九 超强 比黄金还要纯 没有东西比斯基可能的纯化 还更要纯 在半导体世界的时候 是那么任何人材料 任何气体的纯度 要很纯 黄金在我的眼中 根本就是一个榨子物而已 那当然能够换钱 为什么这个纯度要很高 举个例子给各位知道 什么叫做纯度 为什么呢 我们就讲基本的给各位 细的原子密度是五乘十的二十二次方 每单位体积也有这么多的数量 而我们一般半导体的掺杂 我们一般半导体的掺杂 掺杂的度大约是多少呢 我们一般半导体的掺杂 大约是十的十五次方的掺杂路 也就是说十的十五次方 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掺杂路 可是这十的十五次方 相较由他来讲 你才问来了多少 你比较起来就知道 十的十五次方的掺杂路 相较于原本十的二十的四方 比较起来 是多少倍而已 是多少倍而已 二十四的复杂路 代表这次的掺杂路是零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会觉得还是很纯的 但是我没有 这个已经是足以大幅度的 影响电阁系统掺杂路 这个电阻性半导体的导臉率 从费成 army of data 到 Posters 一定要在我的第一 I 可能感觉不清 十二四五次方好像很多 可是你知道 同样体积的信源只能这么多 你即使只影响到了 各十 watercolor私 各十百千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千万千万 千万分之二 每一千萬個細原子裡面一直電動其中 其中兩顆細原子變成參雜物而已 它對電特性就已經有添半體會的影響 你就知道 我們要有存 要很存 真的要夠存才行 所以 不夠存 人家就不會用 你的電特性就會很糟糕 你的電特性就會很糟糕 因為每一個參雜物對半導體而言 都會釋放出一個宅子 可能是電子 可能是電動 它就會大部分的電特性 完全沒有參雜的半導體 完全沒有參雜 稱之為本質半導體 本質半導體對斯蒂肯而言 它的自由代表濃度是多少 如果有學過半導體就有 我知道 intrinsing concentration是多少 斯蒂肯的intrinsing concentration 完全大約是1.5乘以10的十四棒 大約是1.5乘以10的十四棒 換言之你的污染物只要高達10的十四棒 就已經對我的電特性造成 舉足輕重的影響了 而10的十四棒是多少倍 哇不得了 10的十四棒 哇 這個靈化的多了有沒有 你就知道要做多醜 但是沒有關係 就算你沒有辦法做多醜也沒有關係 我們還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個細菁緣 假設是細菁緣 我們前面講過 你的任何一點點餐大 或雜質 都可能會影響到我的電特性 我需要很純 但是 我們要另外改變 我要讓整塊很純 不容易 可是你要曉得 我們半導體原件是坐在哪裡 我們半導體原件是坐在細菁緣的表面的地方 表面的地方 而表面會用到多少貨物來製作 半導體製作公司費呢 請問這個深度高來多少 不到一個麥克風的 不到一個麥克風的 整個菁緣 是樹板麥克風的後 樹板的維尼 越大變就要越後 就像比撒利一樣 你多做保濕 效果可以 如果很大變就很保濕 就很容易脫 很容易斷命 所以你面積越大 不然要加上你的機械引力 機械性質 要你都撐得住嗎 就會越後 所以晶圓做越大變的就會越後 所以晶圓做越大變的就會越後 就是 八百多九百多的 麥克風的厚度 這個大約是 八吋的機械左右 十二吋就是在機械裡面 可是其中的只用到 其中一麥克風的不到的厚度 百分之一不到的厚度 用來製作電力 下面的基本上都沒在用 所以我最care的就是 表面這一麥克風的過度 要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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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回到 系的純化 要用系的純化 要用系的純化 所以呢 記得 我們要先製造出行殺 所以我們要先找 含碳的系 你的拉約可能是系 可能是熟殺 就是系的氧化物 或是系的碳化物 不管 全部軟奏會 然後呢 加碳下去 就會產生 系跟 碳氧化物 只要加碳下去 有氧的部分 有碳的部分 碳跟氧就會 中合的混合在 電子 碳氧化物 吸出 然後呢 再加 Slimc 去跟 HCL的 液體 HCL的 氣體 氣體 跟Slimc 再做反應 變成 氣化的 TCS 三氯氣瓦 純化它 然後呢 再把三氯氣瓦呢 在 1100度C的時候呢 高溫的去跟 氫氣做反應 就可以吸出 高純度的 固態的氣 然後氣態的 氯化心出來 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得到 半導 純的 半導物等級的 細出來 所以你就看到 固體都弄到那個純了 那更不要講 整個半導物的 製造過程中 所用到的溶子 溶劑 還有化學器 它的純物也要求 可能到 所以前陣子有沒有 日韓茂尼加酸 就在講 就在講 說我要 我可能不出口 BOE 青某磚 為什麼呢 那韓國有青某磚嗎 有啊 但純度不夠高 要高純度的 青某磚 日本可以做出來 那韓國自己 生產的純度 沒那麼高 這是前陣子的新聞 就告訴你 在半導物世界來講 我用的任何東西的 純度都很高 純度都很高 所以高純度的錫 或稱作為電子級的錫 或叫做EGS 那這個錫呢 它只是錫的小顆粒而已 我們剛剛講過 錫晶原是一個完美的 單晶的 錫晶 你現在只吸出了很高純度的錫 代表什麼呢 你得到的是錫 但還沒有變成一個完美的晶晶 所以我們得到了錫的原材料之後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加工成單晶錫 怎樣把它加工成單晶錫呢 我們現在是用高純度的錫 我要加工成單晶錫 怎麼做呢 基本上 有兩種方法 最常用的就是錫晶棒 查克洛斯基方法 我們簡稱錫錫晶棒 因為它的英文 千兩字就是錫晶 另外一個叫做 Floin zone懸浮區棒 這個已經沒有在用 這個沒有辦法 用在大 大尺寸的音樂 這個只有在六吋以下 超過六吋 八吋十二吋 只能用錫晶棒 只能用錫晶棒 錫晶棒 錫晶棒可以做到 大到兩百拼音的 大到兩百多音的 好 這個 這個拼音的指的都是直徑 所以我們現在來教導各位 整個尺寸的觀念 整個尺寸的觀念呢 現在各位在學校 在實驗室看到的晶圓 最常看到的可能是四吋 但如果各位做 比較昂貴的材料 可能就是兩吋 四吋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數字乘以25mm 就是你的直徑 所以四吋的直徑是100mm 六吋的直徑 六吋晶圓的直徑就是150mm 那八吋呢 兩百mm 十二吋呢 十二吋呢 十二吋就是三百mm 這就是整個晶圓的直徑 所以十二吋晶圓的直徑就是一支三十 那個三百mm的三十分分的直徑 十二吋晶圓 四吋 六吋 八吋 十二吋 就跟披薩大小一樣 十二吋的披薩 六吋的披薩 八吋 那叫什麼 那個做炸雞餅做披薩還要好吃的 打玻璃不扎就是比較小一點 打玻璃不扎會喜歡做小的六吋的 那有些比較昂貴的機油箱 準備念或是三五組 通常 四吋就買不起了 太貴了 就買兩吋 兩吋就只有一半 有十明明的 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你要做到大於200 也就是在八吋的上只能用CD 佛林重就沒有辦法 所以這裡吧 通常在修 這就是錫晶圓的螺片 所謂的螺片就是什麼 上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是錫晶圓的螺片 螺片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人的手在哪 代表什麼 就是一個手長大的 一個手長大的 是四吋 四吋大約就是一個手長大的 一個手長大的星星圓就是四吋 那你只有圖案 會不會有到上面做過東西啊 這就是星星圓 我記得 我來修圓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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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這就是一個人 很明顯 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8寸的吸睛圆 这是一个12寸的吸睛圆 大片 有没有 大霉的屁上 这么一大片 那你要想到通常一盒 数量一盒 25天 就像两大 一大是12天 一盒就是25天 而25天这个 很重 在早期8寸以前 8寸9寸 晶圆要从一个机台到另外一个机台 通常都是用能力 直接整个拿过去 可是晶圆大到很重的时候 就会使用 自动机台 直接整个 通中营销飞车 直接将整个晶圆载到天空去 在屋根上有很多家人 都滚到晶圆在那边 飞来飞去 就开始行坐云销飞车 好 所以呢 要想制作出 单筋的锡 我们就将锡 高纯度的锡原材料 丢到干锅里面 丢到石油干锅里面 加热超过1414度锡 将这些锡 溶解 变成就像岩酱一样 岩酱一降落就变成石头 或者是土壤 把它变成熔融中炭 那我们要等到熔融它 就是固体熔解后 变成熔融状态 所以这样锡 熔融状态后 它就变成锐溢性状 它也没有任务 就把它熔解 旁边会有加热线圈 就是线圈到变 变流通过就会发热 加热线圈 然后这里有熔融锡 那熔融的锡呢 怎样开始让它规则排列呢 我们要知道 这里都是熔融的锡 然后最表面的地方呢 温度比较低 这时候呢 就要拿一个精种 种子的种 精种 也就是你要先拿一个 已经决定好这个 晶圆表面方向的材料 它也可以是一个细菌 就是已经一个完美的 精种 SIM 精种 这个精种呢 它上面的形状 就会决定了什么呢 它上面的原子排列 就会决定了你 制作出来的晶圆的原子排群 为什么呢 假设我的精种是100的面 它锡的锡之间排列的 排列的保质就是100到0 下面就是熔融锡 熔融锡就是没有任务规整 就是锡原子就流来过去嘛 它将这个细菌种呢 touch熔融的表面 熔融的表面呢 因为它是熔融状 它温度高 温度高 在物理的角度来讲 就是代表什么 原子的能量很高 它可以自由的移动 可是呢 它会往能量低的地方去移动 那什么是能量低的地方呢 表面的细菌原子 上面的菌种下来之后 跟熔融状态的细 接触在一起之后 细菌原子就会藏下去 跟它产生间接的位置 停留 因为跟它产生间接的能量 就会降低 就会降低它的位置 所以呢 表面融融的细 碰到了菌种之后呢 融融的细菌原子 就会倾向你跟 你这个菌种表面的性原子 产生间接 那换言之 你的菌种表面是什么样的 下面跟你间接在一起 就是什么样的 然后所以呢 就等于是有点像接口 把它接在一起 就是你 你这些戏 我先找上去排班长排列 我叫后面人过来列队 那大家就去 我前面就有一些排列给他了 班长排在前面 不动 那他们就会自动去找 位置排好 排好之后呢 我就把它往上拉 一拉台离开了干锅之后 它就会冷却 一冷却之后呢 排位置排好的细菌原子 就不会到 因为冷却了 它就没有热的 就不太会跑 就不太会跑 所以我这样子慢慢拉台 慢慢拉台 慢慢的 就会这样呢 就会排列好的细菌 就一个一个的接上来 一个一个接上来 这样子往上拉台 就会拉出一根柱子 金柱 对不对 就会拉出一根金柱 而这根金柱里面的原子排序 会跟这个菌种 两面的原子排序 是一样的排序 好 好 这只是但是拉 可是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过 我的微粉有 四吋 六吋 八吋 十二吋 怎么做 我一次就找一个八吋的金柱 去办金柱大台吗 也可以 但是一般会怎么做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 什么呢 排序都排得很好 你如果拿面积越大的金柱 那中间出现缺陷 的机会是就越多 就是好的金柱就很难找 小面积的金柱是比较好找 大面积的金柱会不好找 那小面积的金柱 我倒是在拉入排序的时候 我如果拉变了大面积呢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机器都会说的粘滋系数 粘滋系数导致什么呢 我在拉变的时候 我在拉变的时候 我只要在这支金柱旋转 我只要一旋转 就好像绕棉花糖一样 我的金柱在拉变的时候 我只要一旋转 靠近金柱的地方连接好之后 越外側的还没冷却的 就会下巴甩 下巴甩之后呢 你在拉变过程中 你越转这个金柱 就会越来越刮片 而越外側呢 他当然就会跟你最旁边 鄰近的鄰兵 或是你的旁边的同学 排台站 所以一招金柱确定了 最下面的排队顺序队 你在旋转的时候呢 这排队顺序就跟着一起旋转 那跟着一起旋转的时候 最外側的 还是会跟最旁边的金柱在一起 所以跟在转的时候 你就拉出了一个最大面的 新的机面出来 这新的机面 就是你的一个新的金柱一样 你继续往下见解 好就这样子吧 所以就知道 这个旋转的速度 就会影响到 你拉出来了 这个金柱的大小 转越快了就 越下来 因为就甩了 你转腰了 他就拉你这样 你越慢一点 还是越跟得上 越外面就越跟得上 因为你的角速度就会越慢 角速度越慢 你的离心力 才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转的越慢 你拉出来的金柱 就会越大根 转的越快 就会越小根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法 这种叫做CZ法 CZ提拉法 一根小的金柱 放开一根小的金柱 放下去 接上面之后呢 开始旋转 旋转的速度取决于 最后拉出来的 一根小的金柱 开始旋转向上拉 原本是小小细细的 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 一根小的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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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旋转向上拉 原本是小小细细的 拉台之后呢 转转转转转转 小小的金柱 转出这么大根的金柱 然后再往上拉台 挂整个欲火重生 现在看动画一样 慢慢的就慢慢出来 出来之后你看 很热很烫 一冷却之后 叮叮就变成这根了 这根就叫做金柱 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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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拉出了金柱 简称 银杆 i-n-q-0 银杆 就得到了一根金柱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讲到的金柱 接着我们来看 金柱还要续续后续的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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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